没想到夜头海岸线竟然能这么肥 现在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夜头里牛鬼蛇身比较多 这局夜头我们戴的是四眼夜十一 热成像精准射手步枪 再加上护甲头盔耳机等装备 价值大约一百万左右 在夜头海岸线22点过后 在疗养院附近会有几率刷新洗脚图 洗脚图除了武器装备比较好以外 他们走路没有声音 身上会刷一些比较稀有的物资 比如大家都向往的红卡 六级甲 当然还有视频开头的狗腿刀 来到疗养院以后发现整个楼都没有人搜 在楼里我们也摸到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物资 如果想刷夜头的洗脚图 建议还是找一些人少的服务器比较好 不过完疗养院的东楼再去西楼的路上 没想到在西楼的楼外发现了洗脚图的踪迹 洗脚图不但走路没有声音 就连热成像也很难发现它的位置 西楼图自身会带一个冷血buff 带热成像狙击镜里是无法显示热源的 但我们抹上凡士林指成药 寻找一个空间比较狭小的房间 用一颗手雷把西楼图激活 直接架住入口即可 我多少是有点失误的 第二把精准射手步枪弹夹容量只有20 而我只带了两个弹夹 在还没有来得及鸭子弹的情况下 一教徒集二连三的冲了过来 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 无奈只能切刀进站 队员侥幸打赢 但是也处于重伤状态 简单恢复一下伤势以后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最喜欢的体验包环节 狗腿刀一把 对于这把刀的价格 现在还不好定论 物以稀为规 在跳脚市场里竟然没有一个人在卖 所以这把刀的价格由你来定 当舔完包准备撤离的时候 西角图竟然主动发起了进攻 西角图一般是5到7个 在不确认周围是否安全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舔包 而且切击西角图走路是没有声音的 这次运气简直好到爆炸 突然在西角图的身上又发现了一件6G甲 这是我们占据中获得所有的物资 在夜色的掩护下 直接毁坏的道路撤离 白给我是专业的 诶,美国人 我说了 不然你收拾了